大家好,我是赵亦凡 现在为大家介绍象棋杀召大拳 单兵类和单炮类的残局 首先第一局,黑方双四,其中四四抵四 这是一个相当实用的棋型 红方只要走冰山平四,锁住将门 就可以达到二指锁住三指的效果 或者是冰山进一,进底兵 黑方的王一样不能出来 中四被红方的帅给牵制住 底四妨碍黑方降的活动,因此形成了巧胜 这种棋型在未来的一些更复杂的残局 还会看到,非常实用 下一局,单兵,立胜,单王 只要兵不是底兵,二线低兵,三线低兵也都可以获胜 红方冰七平六先靠过来 黑方降五平四 红方冰六平五,黑方降四平五 由于王是可以常抓冰的 所以红方的冰冰五平四 这样子的话,给红帅保护 黑方的王不能抓 黑方降五平四 这边就会用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就是残局的时候 主要帅能够控制中路 缩下对方王的活动范围 黑方降四退一 红方阴四平五一属 黑方降四禁一或降四退一 降四禁一的话 红方的帅跟兵联合 将黑方的王给困蔽 红方帅五禁一 帅在中路 黑方的王回不到中间 也下不去 因为有红兵看管 所以二子锁住了黑方的王 形成了困蔽获胜 再看下一局 进入到单炮类 这个也是巧胜 炮类的残局 炮非常依赖炮将 这一局,红方只有率兵两个旗子 如果黑方是观光老将的话 就没有办法获胜 黑方有旗子 反而会变成红方的炮架 可以利用 因此红方 炮三平五 形成这个铁门栓 那铁门栓呢 就是黑方的王跟红方的炮呢 在中间 中间又隔了两个旗子 那这两个旗子 又等于被红方的炮给绑住了 四根象都不能动 那这边我们又看到了 黑方的四是底四 挡住了黑方王 他的逃生空间 那么红方的帅呢 站住了降门 也就是降了逃生门 因此形成了困蔽 巧胜 好 下一局 这一局一样 红方呢 只有帅炮两个旗子 好 这个旗子有限 所以要利用对方的旗子作为炮架 那么我们在残局的思维上面呢 可以看到 可以想到呢 除了我们自己要去思考什么进攻以外 有的时候呢 可以倒过来想想看 对方呢 他现在能够走的旗子有哪些 例如黑方他是不能降六平五的 红方的帅站中路 那黑方呢 他只能 这个四六退五 或者有些人呢 可能还是觉得四六进五也是可以考虑的 就是不考虑下一步送杀的话 四六进五四六退五的话呢 都不是 立刻让黑方的王呢 这个 有危险的旗 是可以预测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知道黑方的四一定会走到中间来 那么我们就可以预先埋伏 因此红方呢 就走炮六进六 凌空一点 那这个旗呢 我们只要把旗行旋转90度的话 就可以发现这个呢 就有点类似空头炮 炮跟王呢 中间是没有卡任何的旗子 因此呢黑方的四呢 都上不来 那黑方的王呢 也不能降六平五 因为红方呢 已经率战中路 那这个旗行呢 又形成了巧胜 好 我们到下一局 一样是炮类 那红帮这个时候呢 有四了 恰巧呢 因为黑方的旗子分布呢 全部都在同一条线上 那过多的旗子呢 在同一条线上 或者说重要的旗子 在同一条线上的时候呢 往往可以成为我们攻击的目标 因此红帮 炮三平是一将 将军了以后呢 抽到这个族 四六退五 红帮 炮四退三打一将 黑方 四五进六 好 那这个直立组合呢 已经形成了立胜 好 但是因为这个旗行呢 比较特殊 所以呢 红帮呢 可以把它做成巧胜 也就是迅速呢 就可以获胜了 这个时候呢 红帮只需要等一早 好 利用我们刚刚所说的 逆向思考的思维 好 观察一下黑方 他能够走的旗子 好 已经很有限了 所以呢 红帮呢 找到炮四退一这个 闲着之后呢 黑方他就等死了 因为黑方呢 他不能四六退五 也不能降六平五 因此呢 他只能四六进五 好 那这个旗行呢 就形成了 闷弓的旗行 红帮就可以四次退五 闷弓呢 就是我们拿对方的旗子 当炮架 好 那红帮的炮呢 拿黑方的六路式当炮架 好 那六路式呢 以及黑方的王都被黑方的忠实给卡住了 好 变成大屁股 好 所以呢 这个呢 就形成了闷弓 好 那么在下一局好 那这一局呢 其实是比较有难度的这个残局好 但是呢 在这个这本书里面呢 把它编排到这边来了 好 那这个是炮式 力胜双式 好 那我们这边呢 来介绍 使用的技巧 这一局的先后顺序呢 好 恰巧还算是对红帮呢 比较有利的 好 因为这个时候是换红帮先 好 如果是黑方先的话呢 红帮要套用刚 等一下所介绍的公式的时候呢 要利用单窗布呢 把它做成这样一个图形呢 还是红帮先 好 那红帮呢 第一步呢 好 炮平六 好 阶段新目标 第一个呢 就是炮帅站将门 好 那这个时候呢 黑方 顽强的走法呢 就是将士平五 好 自动让开自己的将门 好 因为黑方如果 降四进一 红帮四五进六 好 把他这个四呢 给掉住 好 很快就完成到我们的一个终极目标 那么红帮呢 炮走一步闲着 黑方呢 就要掉旗子了 以下 黑方降四推一 红帮炮打四 好 那就形成了力胜 好 那么 如果黑方的王 好 这个黑方王不动 好 黑方四六退五 好 那么红帮呢 四六退五 就形成了闷弓 好 都是我们前面呢 所有练习到的 好 所以走到这边 红帮炮五平六一秒的时候呢 黑方他只能降四平五 好 作为正早 好 那红帮呢 第一阶段的目标 炮帅 战将门 好 那黑方呢 这个时候呢 他只能走的是这个 动四或是降五平六 好 那这个呢 基本上大同小异 好 比较容易让红帮犯错的呢 是四五退六 好 那么第二个阶段目标呢 是这个炮四呢 要去盯住仰角四 好 当然黑方呢 他有可能会弱势 形成抵四 好 因此呢 这边有一个 比较重要的技巧 我们要炮四呢 盯住仰角四呢 就是基本上炮跟四呢 要放在四路 好 去盯住仰角四 好 但是为了防范呢 他有四六退五 抵四的这招 好 所以红帮呢 炮四盯住仰角四的手顺呢 是要走炮六平四 把这个四呢 留在中间 好 因为呢 他还有这个 潜在的用途 好 不是一定要走四五进四的 好 所以我们先把炮呢 放到四路线 这个时候呢 黑方比较顽强的走法呢 就是四六进五 好 因为如果黑方四六退五的话 行 就是形成了这个三角形 好 黑方有抵四的这个情况 那么红方呢 只要走炮四平五 回拉 好 变成了一个铁门栓的阵型 好 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了 黑方动弹不得 形成了这个迅速被困壁 所以呢 红方这个炮六平四一走了以后呢 黑方只能乖乖的 好 四六进五 好 否则呢 他如果降五进一的话呢 也是掉旗子 好 直接红方可以炮打四 因此黑方 四六进五 红方 四五进四 这样子就完成了第二个阶段目标 就是炮四呢 盯住羊角四 好 那 红方率战架门 黑 红方炮四盯住羊角四 好 逼得呢 黑方的王呢 只能往阴暗的角落跑 好 黑方如果我们攻法呢 不得要领的话呢 黑方的王始终可以在外面呢 呼吸新鲜空气 好 那透过我们这个次序济南的进攻的话呢 黑方的王呢 就只能躲在阴暗的角落 好 也就是呢 会被羊角四呢 给盖住 好 那盖住之后呢 我们就让他再也回不来 中路呢 也再也出不去 好 所以红方呢 就走 帅六平五 炮站中路 那这个时候呢 就等着赢了 好 因为黑方以下降六平五的话呢 就红方 炮四 好 那黑方呢 如果上四或下四的话呢 就是炮打 羊角四 好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呢 残局他的诀窍就是 最大限度的 好 去控制住对方的棋子 好 让他呢 能够走的棋子呢 很少 好 那黑方呢 如果降六近一的话呢 我们四四特五 就形成了闷弓 好 所以呢 黑方只能降六平五 好 那以下 红方 炮四四呢 就形成了利胜 好 当然 可能有一些同学呢 还是不知道 好 炮四怎么赢单四 好 那我们呢 还是把它走完 好 其实呢 就把它当作四呢 没有这个四的时候 炮四是要怎么赢光 光架 好 只是多一个步骤呢 把这个四吃掉而已 好 例如黑方降五平四 红方 炮四平和准备回家 好 江四进一红方 残局炮回家 好 江四退一 那红方呢 炮二平五 打这个四 好 那黑方王呢 也不能硬保 好 因为红方可以硬打 好 所以黑方下四 红方下四 好 那红方炮四 帅呢 排成这样一个阵型呢 是属于呢 攻击黑方王的这个阵型 好 所以呢 只要是单四 或者是光架 我们都可以排成这个阵型呢 来进行攻杀 好 黑方呢 可能是四六进五 好 那红方四五进六 好 刚刚这个阵型为什么厉害 好 因为红方的帅在三楼 红方的四在二楼 红方的炮在一楼 好 然后帅呢 那站住中路了以后呢 炮四就可以撑到 乐道呢 去攻击黑方的王 好 那这个时候 红方四五进六 黑方 四五进四 四五进四 好 那红方呢 炮五进六 好 只要黑方的王呢 只有一个的 一个王 好 没有四的情况之下呢 我们摆成这个阵型呢 黑方就已经 这个被将军倒齐了 好 那黑方呢 因为多了一个四呢 他可以多撑几步 好 我们就等他 好 那黑方呢 退王以后呢 我们就吃四 好 那接下来呢 就是重新再操作一遍 好 同样的步骤 好 就获胜了 好 以上是我们 这个阶段性的介绍 这个象棋杀杂大拳 单兵跟单炮类 好 往后还会继续介绍 谢谢大家